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专门为台湾制造业所推出的Podcast节目 制造营 我是主持人廖庆学 今天的制造营非常高兴能够来到Tintos & TMTS的现场 那Tintos & TMTS的展出是意后全球最大的工具机展 那么我们的展出时间是从2月21号到2月21号 今天是开展的第二天 那么我也来到这个现场 其实我昨天的时候就来到会场里面去参观了一下 那我们的这个地点展出的地点是位在南港展南馆一二馆 那么这一次参展的一个厂商规模达到了950家 哇 这个展出的厂商非常的多 那么使用了5100个摊位 那么除了6天的实体展之外的话 我们同步开展的还有线上的展出 我们线上的展出的时间是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国外的买家的话 他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借由线上的展出 跟所有的参展的厂商 来做一个接洽的动作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一次的TIMTOS and TMTS的一个展出的话 也创下了两个第一 第一个第一是TIMTOS and TMTS 是首度的结盟 那么这也是睽違了三年以后 第一次来举办 那第二个第一的话是全球首发的工具机展 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的话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很多国家的一些展出的话 展览都取消掉了 那么所有世界各国都在观察说 台湾这一次的工具机展的话 他们我们的展出方式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也可以给其他国家作为一个借境的方式 我刚刚少讲了一个第一 另外一方面 我们今天也要邀请到 我们的庆宏机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行销管理处副总王文贤 王副总能来到我们现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庆宏公司的行销副总王文贤 在这边举行的制造营的一个时播 谢谢 好那我刚刚少讲了一个第一 就是要讲到说 庆宏是台湾全球放电机加工机地位 是第一大的台湾第一大的 这个放电加工机厂商 那么在全世界排名里面的话 也不得了 全世界第五大的最大的放电机设备厂商 也是限切割机的大厂 而且你们的公司的话 民国64年就已经成立了 能不能请这个副总的话 帮我们介绍一下庆宏这家公司 以及你们的强项 谈到庆宏公司 大家都想到 他是放电最大的公司 那我们公司董事长 王武雄董事长 他创立这家公司 在1975年创立的时候 那当时创立这公司 他原先是在松下 松下公司待过 那偶然的机会 他创立了这家公司 那当时的环境 环境都是在真空管的时代 那我们王董事长 在一个某一个机会里头 就找了一个电晶体的东西 当时电晶体还开始发展 所以说我们王董事长 针对在电晶体部分 在1975年就发展出 全电晶体式的放电加工机 那开创了这整个事业的先端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一直致力于 在放电这个领域的加工 那从放电一直到限切割机 那我们在那个庆宏公司的历程 就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在放电的 发挥的努力的空间 我们在1975年一直到 1984年生产 这在电晶体式的 那个放电加工机 那当然这个是属于比较传统式的 那我们就进展 进展大概从1995年 1985年到1994年 这段时间 我们就自己开创我们自己的 数位式的CNC 控制器的放电加工机 我想这一块是大概我们历程变化比较大的 这个阶段 那到1995年 到2004年这个阶段 我们在这个时候已经有 在从事在限切割机的部分的商品化 那先前的先期的研究发展到商品化 那也就我们致力在限切割机 所以我们限切割机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台湾就是限切割机 也是台湾最大的 那也是全球 在限切割机上面 我们排名第五一直都领先到其他产业 那在2005年到2014年 针对在限码的发展 我们也投下去很多的时间 那把各机型 我们都全限码化 包括连放电限切割机都限码化 那到了2015年到现在 我们一直在从事上 在转型到智慧机械上面 所以说我们在全系列的产品上面 都带有智慧性的机械 然后也从此 那个时候我们也在开始发展 雷射切割机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 雷射切割机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展望 那在展会里头 我们也展示了两台的 那个雷射切割机 那其中有一台参加工具机的 产品创新研究竞赛奖 那另外一台是我们针对 那个半导体产业的 在发展的一个雷射 碑秒雷射的那个精密雷射切割机 对所以在现场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庆宏这几年发展下来 现在目前 最新的一些科技上面的一些产品 最新的应用的一个产品 但是刚刚副总有特别提到 从过去的电晶体一路发展 发展到放电加工 然后现切割机 那能不能简单的告诉所有观众朋友们 因为你刚提到了非常多的一些专有名词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非常的有兴趣 包含了什么是放电加工机 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那现切割机又是什么 好 那个各位观众啊 我想这个放电加工机啊 这个名词啊放电 那放电大概就是跟我们那个电有关系啊 那放电加工的原理啊 就是来自于啊 透过电高电流的电啊 把电流把我们的金属材料 做物理化的气化 就是透过物理气化之后 把那个材料变 那个离子化之后变气化 那这个就是在放电的原理啊 所以说只要放电 你只是金属材料 凡是金属材料都可以透过放电的原理 那当然就是放电一定要 一定要有导通嘛 所以说放电就是 类似有点叫短路的方向 去把它做放电的原理 做加工的处理 那当然在这个放电里头啊 我们又分了两个领域了 放电啊 同样是同样是放电 但是他有材料上面的 比如我们一般就是放电机啊 我们会用到的是啊 那个用电极 电极 然后电极啊 成型的电极 去对我们的弓箭做 表面上的一个形状的一个 成型的一个放电 那另外啊 我们他刚刚讲到一个 那个线切割机啊 那线切割机就是用 顾名思义啊 这个线啊 那线就是用铜线 那铜线啊 我们透过铜线的 那个铜线的导通的 然后对物那个材料 工件材料上面去做 做物理加工 那物理加工就是透过铜线进行 放电 那铜线 那铜线的话 当然这铜线 我们导电材料嘛 铜线 铜线透过铜线去做 对那个工件的我们材料去做 那个物理加工啊 那这个物理加工的时候那个线啊 就线进是 关系到我们现在目前的精度的一个 很主要的关键 那当然越细的线 当然可以做越精细的一个加工 当然也有看到那个电流的控制啊 所以说在 线切割机的控制原理上面啊 外乎就是掌控这些技术 就可以把这个我们的材料 做一个精密加工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在机械的加工里头啊 就是有分了机械的加工 跟一个那个就放电的加工啊 那我们通称啊 以前叫做传统式的加工 就是我们车磨锡 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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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传统式的加工 那如果看到这是 因为我们不是用 一般的传统式的一个加工方式 那我们就 我们通称我们这个产业叫做 非传统加工的方式 所以过去都是 人家说车床 对吧 对对 那都是传统式的 车床 洗床 对 洗床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就 转床啦 那是冲啊 或者是公牙的 或者是躺床 对 或者是磨床 那个都算是传统的 那就是传统方式的加工 像我们现在呢 刚刚讲到的放电加工 线切割 雷射切割的话呢 都是属于非传统的加工方式 但是他们的刀头的话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过去讲那种掐层啊 或者是 洗床的话呢 他其实是用的是 金属嘛 对 都用金属的方式 用金属下去切割 是用刀刃的方式去做切割 那磨床就是用我们砂轮的方式去磨削 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工具机里面的话 大致上的分类呢 其实分两个 一个呢是成型机 就是我怎么样让它成型 把弓箭变成型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另外一个呢 是切削的 对 就是把它切割掉 你把不要的部分的话呢 把它切割掉 去除掉 那部分的话呢 就是属于呢 呃这个庆宏里面的专业了 对对 把不必要的东西呢 把它去除掉 那具体上面的话 他会运用在哪一些部分呢 那 我们一般呢 我们的加工运用上面 对 所以在我们的产业里头 产业分类里头 就一般放电 跟线切割会用的比较多的部分 就属于在模具方面的部分 就用的比较多 就是产业别的话 就是以模具类 当然模具 类似有哪一些呢 模具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像我们手机 手机的外壳这些 就是要 要用塑胶模具 来做成型的 他就属于属于模具类的 那运用很多 那所以说你看到 现在目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不外乎啦 你只要看得到 都是有塑胶的类的东西 都是要靠模具 模具 然后去做灌入 你知道吗 我这样子随便看我们现场的话 包含了麦克风这些 麦克风的话 他的形状 然后 摄影机 摄影机他的外壳的形状 对 他用到的塑胶的这些的话 其实都必须要用到模具 对 那这些模具呢 他的原始的工具母机 就是机械母机的话 其实就是由你们生产出来的 对 那当然就是我们在模具 在成型的时候 会有先期的加工 那先期的加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洗床 车床这些 先期的加工 加工完了之后 会进到他要做放电 放电把那个形状 接近到我们实体的状况 然后再做限切割 把必要的部分把它去除 所以说在这两个领域 我们通常都是到终端的 所以说 一般的模具 前加工完了之后 到我们那个阶段 已经是最后 所以说 要是我们这个地方 加工的方式 或者是流程是有问题的时候 等于这前面的那些工具 全部都废掉了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他有没有先后次序之分 比如说 我必须要先经过了 这所谓的放电加工 然后再经过了限切割 还是他是可以同步进行的 一般来讲 模具 一个模具的加工 它是有分流程的 那一般这一个流程 到下一个流程 到下一个 他是有一些是没有办法同步的 他都一定要 经过几道工序 把这些完成掉 所以说 我们讲的前面的 前阶段的 那个车洗 这些的动作完了之后 再到那个放电 再到限切割 那基本上到限切割 已经基本上 这个模具 已经到最后的一个阶段 那这个流程 就是有相关联的 而且是要顺序流程的工序 产生出来 其实我们最重要呢 就是希望能够产品 达到一定的这一些精准度 精密度 那么这一个呢 是庆宏呢 要走的一个方向 那么其实呢 在昨天的一个展场的一个现场里面的话 其实昨天第一天开展 包含了蔡总统也来了 行政院院长也来了 经济部长也来了 你知道吗 蔡总统呢 来到我们现场的话呢 大概参观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多 其中呢 走访的一个厂商的话呢 就包含了庆宏 对 那么庆宏在这一次的话呢 其实在现场里面的话呢 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 这一些高精密度的一些器材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大家 在这一次里面的话 在这一次展场里面的话呢 庆宏最主要推出的一些产品 哪些 我简单大概说明一下 我们这次展出总共展的8台设备 那8台设备里头 我们有两台设备啊 是参加工具机 2年1度的 那个产品创新 研究产品创新奖 那这些竞赛奖啊 我们目前有参加两台 那一台是 HM1080的高速雕袭机 那另外一台是 PL6880的雷射切割机 这两台是参加竞赛的设备 那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另外有一台雷射的设备是 那个 那个线码的雷射精密加工机 那这台加工机的话 雷射加工机的话 那这台的型号是SL3015F 那这台是属于非秒雷射的 那这属于 就是走半导体产业的 那另外我们还有 展出啊 那就是一台啊 是 DX655 那这台是属于 多功能的 放电加工机 那他带有啊 48个电极 然后 可以放置8个工件做自动 24小时加工作业 这台是我们新推出来的 产品 那 另外我们还有一套 那个就是 放电加工机跟 那个针孔放电加工机 跟那线切割机所组成的 AW3X跟AD4LT的 这两台的设备 再加上一个啊 那个多关节式的 那个机械手 然后形成一个自动化连线的一个产线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次展出的 自动化部分 我们有两 两个 自动化区域有两个设备 那另外在 我们的主要的产品里头啊 就是线切割机我们展出啊 RV653L 跟RQ4025L 那这两台设备啊 是属于在线切割机的部分 那这两台设备啊 都属于线码机 线码机 那另外还有一台是 E300D的 那这E300D属于是电化学 那 那我们刚刚讲到啊 那个我们是放电为主 那当然我们有跨领域 在这个电化学 那这个电化学的 就是属于我们在 也是非传统式加工的一个项目 那这个 透过那个 化学的物质 然后 然后经过放电源里 把我们的弓箭 然后做 抛光的动作 那这个是一个在 产品线上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总共有8台设备 在这一次的展出 这次的话呢 其实 汤位非常的大哦 我们35格 总共有35格 所以呢 他们把这个 最主要的主力产品呢 全部都搬到我们现场来 所以 如果听众朋友们 或者是观众朋友们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几天的话 那么 可以欢迎到这个 庆宏的一个 我们摊位在M810 M810 摊位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参观一下 认识了解一下 那么刚刚其实那个副总有 特别提到了 几个主力的一些产品 那我要好好来问一下 因为这里面的话 其实我昨天去看的以后呢 我觉得哇天啊 现在没有想到呢 我们的加工机的设备的话 已经进展到这种程度 其中有一个呢 DS655C的话呢 是放电加工 你刚才我去看的时候 我去看到他的 包含他的这个电极头 他电极头的话 他是可以自动更换的 对 那我的弓箭的话呢 他也可以自动更换的 对不对 他其实已经达到了全自动化 是 因为透过 因为在放电里头 他需要 那个不同的电极 去做对弓箭施行的加工 那不同电极啊 你交换 当然交换的 交换会 会要需要人啊 其实那边布 以前的方式都是人去 去换 交换 要换那个头 对 换那个头 对 那电极头 那 演变到 最后是有机台啊 上面有做交换 电极头 当然交换电极头 那个数量 是有限的 那我们呢 就针对 因为现在能力啊 能力短缺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针对 我想是全世界的趋势 因为能力短缺不是 也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那全世界都有这种问题 所以说我们针对在这一块啊 开发处啊 就是有 多 多头的 多电极头的 那个仓库 然后另外 再结合啊 就是 弓箭 因为你弓箭 那个交换之后 你你之后 你还必须要 要人去做更换 那我们也开发出啊 在这个 料仓里头 多放 8个 那个弓箭 所以说 你这样24小区做加工啊 这样才会发生效益 那这我想这个在 全世界领域里头 自动化是 大概是未来的趋势 那我们也针对这一块啊 开发出 手势 那个推出的 那个 全自动化的一个 放电的设备 他那个设备非常的特别 就是说他上下 上面的话呢 他其实是放了电极头 对 底下的话呢 是放了弓箭 那你就可以把他想像说 那上面的电极头的话呢 他其实呢 是一个刀裤的概念 刀裤的概念 那他那个刀裤里面的话 可以放到几支啊 我们总共可以放到48支 那么多啊 那这个就是满足所有的工作 全部都可以 他需要用到的弓箭的话 他就可以马上转换 对 然后还因为他还有备用的 对 这同样的也有损耗了 对 我可以取备用的来用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他的弓箭呢 他可以放到多少弓箭 8个弓箭 底下的话是8个弓箭哦 所以他可以是随时这样子转换的 那我们过去的话呢 你知道那个放电加工的话呢 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话呢 非常的辛苦 过去的话呢 那个头都要换来换去 而且他不只要换那个电极头 他连那个闸门 他要放水跟放油 那个他那个都要用手动的 现在也都是全部都自动的 那因为那个上下弓箭 是需要人力去搬移 那你透过自动 那因为我们的那个设计处 是这个交换弓箭 也可以交换 也可以交换电极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面 就已经满足 让这台机器 能够做全自动的一个20小时生产 因为我想这个 这个大概是世界的趋势之下 那看谁的效率能够产生更高 可以让客户愿意买单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就是 朝这个自动化 智慧化这一块 我们去发展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还有另外一台 就是中高阶的一个这个 金加工的机器 HM1080L高速凋洗机 这个高速的话是多高速 我们这台设备 速度 我们那个移动速度 可以到达30米 那当然那个切胶速度 可以到10米 它主要是在 因为这台设备 属于是高速凋洗 对 它属于在精密 精密加工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这台设备是属于那个重心 重心偏移式的 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机台 能够更稳定的一个加工 那另外这台是那个线码机 我们 浸宏的线码是完全是自制的 对 完全是自制的 那因为我们线码是 为了 让能够精度能够更为提升 那 用采用线码 那一般螺杆机 它螺杆机长时间 运作之后 它会有数号 所以说那线码是因为它是没有接触性的 所以说它在 运动速度上面可以快 而且能够更精准 在那个加速度上面也能够提升上 只是说一般来讲 就是高速凋洗器是在 在发挥在高速加工上面 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方 它的那个高速凋洗的话 是每分钟的话是有多少转 还是每秒钟 我们的转速啊 可以到4万转 4万转 可以到4万转 当然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高的转速 就是要 那个拥有高速之后 高速之后 能够让工件加工的时候 能够表面光级度更高 然后精密等级又更高 所以说我们在设备上面 有做了不同的一个设计啊 能够让这个高转速之下 能够还能够 那个长时间的稳定的加工 对 这个是在我们的 那个设计技术上面有考量到 所以它其实是技术上面的一个突破 因为过去的话大概是1万转 对 一般的设备大概就1万转 但是你们可以做到了 大概3到4万转 可是3到4万转以后的话呢 它其实面对的就是 你高转速的话呢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在 比如说 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热热 热温升 热温升 那个 那当然我们就透过 我们的设计技术啊 上面 那把热温升能够把它抑制下来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一般高速 那因为物理现象 你不可不可否认的 这物理现象 他一定会经过 温度变化的话 他会有有主軸 会有热渗升场的问题 那透过那个热衣制的 我们在做控制上面 在设计上面有做了考量 都可以让这个 那个热渗升场降到最低 其实他是一个环环相扣的 我如果一旦呢 我的这个技术呢 如果提升的话 他相对来讲那会产生一些 一些作用在 那么这些作用在怎么样去克服的话 那就是庆宏里面的专业 但是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昨天还看到了一台 这个最新的秘密武器 庆宏最新的秘密武器 我要在现场看的时候要偷偷的看 然后蔡总统的昨天到现场的时候 也特别看了这一台机器 这一台的话呢 就是你刚刚特别提到的 飞秒雷射切割 而且呢他是运用在半导体业的 这非常非常的特别 我们过去的话呢 通常都讲说这个 我们的工具机的话呢 是用在机械工业里面 可能会做模具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话呢 是运用在半导体业 那么大家知道在 这个去年呢 不管是中美贸易大战 或者世界各国 因为碰到缺晶片的问题 所以世界各国呢 都把这个晶片厂呢 列为是国家的重点工业 不希望呢 这一个我们的晶片厂的话呢 被其他国家所掌控住 所以变成了各家各国 全部都在生产这一些半导体设备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庆宏呢 其实直接切入了飞秒雷射的切割 而且是直接运用在半导体上面 能不能具体告诉大家 这是运用在半导体的哪一个部分 那个有关在雷射切割 其实在半导体产业 很早以前 半导体产业就在用雷射 雷射的应用了 那这台设备啊 主要是会用到飞秒雷射 那飞秒雷射的特性 我想在这边说明一下 一般飞秒雷射 他为什么要用飞秒 主要是因为透过 那个Photosecond的这个飞秒的那个 那个超快 的雷射的麦坡 那在短时间之内 那个打在 那个弓箭上面 那透过在小面积上面 瞬间的 那个短麦坡的 那个时间上面 对物理啊 对加工面上物理 对小面积上面的一个 瞬间的一个 一个加工的时候 他 瞬间不会把 扩散到其他的周遭 所以说 会对 其他周遭不会做 热便位 或者热影响 那会保持机械的 硬力存在 那这个是一个在 在这个飞秒雷射加工的 应用 那飞秒雷射 因为我们一般加工这样 雷射加工有分 那个热加工以及 冷加工 那热加工就是说我们高功率在做 切割的时候 或者是焊接的时候 当然这个 你有温度影响的时候 热加工有温度影响的时候 它会有产生热效应 或者是热便位 那 冷加工的话就是 他是用 用麦坡的方式短时间对 物理线就是工件上做物理的 气化作用 那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 所以他等于是不会产生热 那就像我们 现在在 医学上 医美上面 都看得到 医美上面有用雷射 有用皮秒雷射 飞秒雷射 这些 这样 他会应用在人体上面 当然 你热 你认为人体一定会有 会有 具有影响 所以说他会用 超快的 超快的速度 麦坡的方式 让在表面上 我们皮肤表面 或者 皮下组织上面 做聚焦的一个 一个 一个扫描 加工 那这会把 我们的 我们 不要的东西 或者把它去除掉 去除 那 飞秒雷射在 应用在 那个 我们一般的 加工上面 也是针对在 表面上面 做物理现象的一个加工 也是非常短的时间 把 那个 表面 做气化的动作 那这个 这个在飞秒雷射上面 有他独特的一个 一个效能 所以说 这个可以应用在 我们在 一般的 就是我们的 皮埃膜的部分加工 或者是我们的 刨尺的加工 或者是我们在 我们的复合材料 有些复合材料 那或者是说 铜箔 铜箔 类似像这样的 可以 再针对这种 这种材料上面做 高速的加工 那 产生了 那个 精细的加工 那因为 因为因为超快 雷射 他 他通常在 那个 短时间的加工之后 那当然他可以在 表面的 聚焦的部分 那产生了 加工的 那非常微小 所以说我们产生了 就是 可以达到很精密的一个加工 达到 micrometer 就微米的那种 那种等级加工 所以说这一块是 发展领域上面是用的蛮多的 那我们主要现在应用在 那个半导体的那种材料 上面的加工 那比如说像 我们现在有跟客户 在打样的部分 就类似像探针部分 那探针这个部分 那个长度不长 就是大概 那个 一个 一公分左右 加上这个非常小的一个弓箭上面 那非常合适在用 飞秒雷射做加工 那当然这个就是 这方面的领域里头 因为就是因为高单价的东西 因为飞秒雷射是非常高 高单价的 因为雷射源是非常高单价 所以说当然是投入的 人力物力会非常的多 那当然这个设备也相当的昂贵 相当昂贵 那我们现在目前 正在这个在半导体产业 就是先踏入这一块的领域 所以其实青鸿的话 现在除了这个机械业之外的话 现在其实也投入到了 所谓的半导体产业 以及这些科技产业里面 但是我们晓得 就是不断不断的精进的话 庆宏其实一直掌握了 一个关键的技术 刚刚其实 我们的副总也特别提到了 就是你们的控制器 对不对 你们的控制器 那么因为 庆宏的老板的话 是从技术出身的 所以对于技术上面的关键技术 核心竞争力的话 是掌握的非常非常的牢靠的 能不能特别谈一下你们的控制器 它的优势到底在哪边 在 青鸿的控制器里头 我们的 我们有一家子公司叫 顺科 顺萌科技 那这家公司 主要是在发展 我们自有的控制器 他的 他的那个控制器名称叫做Gintag 那 那这个控制器 为什么我们会自己发展 我们自己的控制器 大家通常现在目前所听到的 在工具产业里头 会听到的 包括范纳科 三菱 那西门子 海德汉 这些控制器 那他就放电跟 限切割机这一块 就 因为这些控制器厂家 世界大厂的厂家里头 像范纳科 他自己 他的限切割 就用他自己的控制器 对 他也不外卖 那三菱 做限切割 他也不外卖 这些控制器 那 台湾呢 就是自己发展自己的 就是用 PCBase的方式 来 来自己制造自己的控制器 那大概 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控制器 就是 因为在放电里头 有一些核心技术 就放电核心的部分 就我们自己在做 那所以说控制器 我们本身就是 我们 王董事长他本身之前也是技术的 那所以说在 从事在这一块的领域上面 他主导这一块的 控制器的发展 把我们的放电线切割的核心技术 由我们自己的控制器 写在我们自己的控制器里 那所以说发展我们自己 那 人机界面 我们也是 透过 我们多年来的经验 客户所需求的 希望的 那个加工的方式 把我们人机界面 也自己有 我们自己 独创 庆统的一个技术 所以说 为什么会 因为那个 庆宏的控制器里头 非常非常的 友善 让客户能够 在使用上能够更便利的 这是由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存在 庆宏的话 现在目前的 机台的一个设备的自制率的话 可以达到多少 我们 庆宏这边的自制率 就是所有的东西 我们自制率在六七十个percent的 的自制率 就是我们也就算很高的 在产业里头 因为光 控制器 如果像 三菱发辣科 在小台机台 那就占掉了这台 这台机台的成本 就已经占掉了 可能都超过三分之一以上 有些甚至到二分之一的 所以说像 像我们庆宏的话 就是我们都我们在自己制造的 包括我们的 那个 线切割机的 自动穿线 这些像这些特殊附件 对机器性能能够提升的 都是我们自己制制的 而且你知道庆宏他们怎么样壮大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庆宏可以说是 台湾工具机的摇览 很多的人才呢 其实是来自于你们庆宏 对 因为成立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然后民国64年的时候 就已经成立了 所以很多的什么老师傅 老学徒 或者是学徒 后来都变老板了 自己出去外面都 开了店了 开了厂商了 甚至有一些是单打独斗 有一些变成你们的供应商 等于是说 其实庆宏算是一个摇览 你们怎么样看说 你们培养出来的这些 这些人才后来变成你们的竞争对手 这一块 就我们提到了 王董事长 他曾经待过松下 那松下 他的经营理念里头 就是利润中心制 他经营之神 信资助 他对他的企业经营里头 在利润中心这一块他做得非常好 那对于在庆宏里头 我想在这一块 因为 庆宏 在 这个放电领域里头 有相当多的厂家 都是由庆宏公司的员工出去 那也有一些是 那个清隆也因为这个样子 那董事长也 也 秀情 那所以说 这针对在这一块 那个 王董事长是 就是员工 他就会想要 想要让共同来发展公司 所以说有时候就是员工 由公司来出资 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员工也共同加入股东 然后创立 另外一个我们的子公司出来 所以说庆宏 有相当多的子公司 有多少家 我没有一二十家的子公司 就是像顺盆科技 我刚刚讲的控制器 就顺盆科技 那个我们的那个 顺科的那个 那个控制器这边 然后他提供给庆宏 那当然 县麻也是由顺科 顺盆科技这边 然后所生产的 那我们还有另外放电 放电的部分就黄隆 黄隆在生产 那县切割 就我们总公司在生产 那当然我们有 也有贸易公司 那这些贸易公司 贸易公司就是我们 我们提到的 就是我们在台湾这边有红酉 红酉 然后也有塑红 那大陆那边 我们有瑞鵬 瑞鵬 瑞鵬 然后那个还有格尚 这些都是我们的公司 所以你们其实 藉由这样子所谓的利润中心制度 其实有点类似于 这个松下的心之助 他们所做的这样子的一些方法 然后等于是说可以跟所有的员工一同来分享 一同来分享这一个业绩的成长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还可以掌握到关键的一些技术在 然后不会让这些关键的技术外流 对 所以说也是在我们在从事在这一块上面 其实 以就是公司 以员工之间的关系的 我们公司就以 以人为本 对 来做企业经营 我想这一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个 人才是一个公司的资产 也是非常重要发展的一个未来 那所以说我们 我们公司非常重视在人才的赔 培育 所以说我们针对在人才培育上面 公司有做了很多的努力 产官学合作 这个是我们未来都在做的 我们过去一直到现在 我们有跟了很多的学校在做合作 也年轻也就在这个地方 产学合作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把人员 跟公司能够拉在一块 这是未来的趋势 那竞争者当然竞争 我们进合关系的 其实我们也有 竞争才有进步 我们也有合作的关系 其实我们有出去了 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关系 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需要大家互相支援的 那甚至也有 也有我们竞争者 帮我们买控制器的 也有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台湾的这些工具机的一个产业的话 那他们的一些变化在 他其实充满着活力在的 我甚至走访了 比如说那个从彰化以南 开始往下走 一直走到了云林 嘉义台中这些地方的话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些工具机 产业里面的一些活力在 那你不要看在大杜山底下 这些小小的一些中小企业 他们逐渐的扩展出了 自己的一个领域在 那过去的话 我们再看这些工具机的话 其实你看到他可能 过去的话 我们可能是找国外的一些零组件 然后回来拼接 可是拼接完了以后的话 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发展出来 自己我要累积技术 我的技术是我的竞争合力 竞争实力 那所以我就这样慢慢的发展 发展完以后的话 我可能要进行产学的合作 那人缘人才上面 要一些进阶进来 那么我们就开始走中高阶的机种 我们就开始投入了研究 投入了发展 那么不过在这过程当中 他一定会遇到了一些问题在 那么这些问题的话 是该怎么样去做解决的 那么这也是庆宏能够逐渐茁壮的 一个原因 不过在去年 以及前年 碰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的话 其实就在于就是说 疫情的问题 因为副总的话 最主要是在做行销的 那碰到疫情的话 你们有没有藉由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拓展你们的一个业务 那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 其实庆宏去年的表现的业绩 其实非常不错 你们去年的营收的话 是来到了16亿台币 预估今年的话会预估到多少 我们预估大概22亿 会到22亿 那你们怎么样让庆宏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面对的一个挑战 包含了汇率的问题 包含了航运的问题 包含了缺料的问题 怎么样来拓展国际上面的业务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现在是 没法走出去 其实想要走出去也很难走出去 因为 台湾还是没有开放 走出去 那所以说 现在目前 我们针对疫情 这一年下来 一两年下来 我们针对疫情 所以说我们在做数位化的一个行销上面 我们也发展了一个 把各个领域上面统合下来 当然就是在掌位里头 我们现在会做线上的3D的体验馆 类似像这样的方式来做行销 当然这个在国外客户 我们也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做行销 类似像直播 或者我们也在昨天 也有做了 在现场的直播 那当然也透过影音的方式播放出去 那这个就是 都是在行销上面的一环 当然也在 我们也把我们的网页 从网页也有段时间了 然后我们把网页更新 更具人性化的一个 让客户能够更快速的了解 信仰的产品 这个在我们在网页上面 我们今年度也做了更新 那当然在我们设备上面 也刚刚有提到 我们产品都往 智慧机械的方面 所以说我们也针对 在产品上面 在我们的Gintake的控制器上面 我们也发展了 就是我们的 iConnet的连接系统 他说让我们现在产品 能够知道 线上在不同的 不同的加工的方式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管理 那个驾动率的管理 或者是我们耗材的管理 或者是我现在目前 机台的状况 他都可以透过 线上去做监控 那当然甚至也可以 连到我们的手机的APP 所以说这个 透过APP的方式 去监控到我们的 线上机台 因为有那个之前 我们的客户 他来工厂 来做教育训练 那我们的客户 他那个祭司 来我们工厂做教育训练 他说 我这个 我要赶快回去 不然的话 我这个产品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交差 因为中断了 那说实在的 这个就是一个 他需要那个 我们就 如果我们有APP 你可以手机连线 你现在执行的状况 你可以 随时监控 现在目前就是发展这一块的领域 能够在手机上面可以看到 我现在目前机台的状况 甚至还可以看 如果你有装了镜头 你还可以看到现在目前 加工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现在目前都在演变 在数位化的领域上面 让客户能够更清楚我现在的 生产的状况 那这个是未来我们这个都是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产生的 或者未来我们会把更精进的部分 这个都是在我们现在目前 对行销上面 或者产品上面 我们会不断的一个改善 让我们才能够更贴切的客户 所以说在未来行销上面 必须要这样走 那当然这一块 市场要扩大 当然挑战会越来越严苛 因为竞争者 刚刚您有提到的 汇率的影响 像去年 汇率的影响日币贬值 台币升值 我们的竞争者 刚刚那个 刘连生有提到 我们是全球排名第五 然后我们前面几个都竞争者 沙迪克 米津比西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竞争者 对 那这些竞争者 他们的日币 是在贬值 我们是在升值 所以说我们跟他之间的差距是越大越短 这是对我们 台湾产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得不 就必须你也扩出去 不然的话这个不走出去 也光这个困难 在台湾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把事业扩展出去 所以这个贸易障碍 或者是关税的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大的一个阻碍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今年度能够更走出去 让这个产品跟营业能够增长 其实蔡总统昨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 有特别讲到一个 就是今年的话是智慧升级以及制造业的新纪元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一个制造业的话 会朝向的智慧化 过去的话我们制造业的话是以价格战为主 那么现在的话不一样 我们不能打价格战 我们现在要针对的 就是我们的关键技术 我们到底能够提供给客户 有多少的一个客户的解决方案 以及我们数位化的一些过程在 那么智慧在这边 着力非常非常的深远 那立足在台湾已经有这个 64年到现在 64年到现在 他说快要50年了你知道吗 你看这样子的成绩的话 是值得大家好好来喝彩一下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有空的话 或者是有兴趣的 这些厂家的话 有兴趣的话 欢迎这几天的话 来到TIMTOS and TMTS的现场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副总 来到我们现场 来王副总最后 要麻烦你一下 来特别讲一下我们的制造营的slogan 制造营 好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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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